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狀況 餵食到逆流都好不好 居然是因為 烏龜婆 你剛剛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烏龜婆 是 就頭髮伸出來 對 往前前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解釋 有什麼特別 很好 我覺得很特別 小意思 烏龜婆就是這樣 對 為什麼叫烏龜婆 我們烏龜知道他這樣 頭伸出去 然後有時候眼睛還要往上看 對 這樣子是烏龜婆 什麼時候會出現這個狀況 打電腦 打電腦 特別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不是都用notebook 那notebook擺在這桌上是很低的 那字又那麼小 就是這個動作 手還往前伸 因為你要看清楚 就是標準這個動作 那所以其實我們 這樣的烏龜婆所造成的問題 大部分是 頸椎不舒服 肩膀不舒服 然後手肘 最後因為一直弄 也有所謂晚睡到症候群 都是在復健科 那真正到腸胃科的很少 那我要舉這個例子 是一個四十歲的 他也是電子工程師 他負責一個部門 他說他來 他說他有點胃食道逆流 那胃食道逆流呢 我們給他做胃鏡 其實他逆流其實很輕微 但是用了藥以後 他說有比較好 可是常常還是會發作 最後是因為我是他們公司的廠醫 那他說我們部門的兄弟很奇怪 大家都肩膀不舒服 就是剛剛烏龜婆這個問題 那我去現場看 因為電腦都偏低 所以他們真的都這個動作 那我說這樣不行 因為他們都有 已經有所謂 肌肉骨骼系統的問題 所以後來把他們整個電腦架高 那同時滑鼠電用好一點 讓他的手整個工作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正常在看電腦的時候 你眼睛跟電腦螢幕的上緣 應該是平視的 然後電腦螢幕的中間點 你眼睛看下去 這個角度大概15度到20度 這樣子你才會讓脊椎是正中的 你就不會這種姿勢了 就不會出現烏龜婆 結果他跟我講說太神奇了 他們整個辦公室 把這個環境改善以後 他的逆流居然完全好 所以各位想來 我們再做一次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往前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你的肚子在用力 腹部也受到壓力 難怪會餵食到膩量 所以我們常會是受害者 經常講姿勢 姿勢很重要的 沒錯 不管是打電腦 或者你想做一樣 站也一樣 站姿 坐姿 很多東西其實都很重要 是 吳宜萱 我是我爸爸 因為之前有食道癌 然後因為有些癌症是容易遺傳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是 我非常愛吃下午茶 對 然後就是大家 女生也會約下午茶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們也會在家裡吃 然後聊天什麼的 我就很容易吃飽就很容易犯困 結果後來我就睡一睡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天啊 我胸很悶 然後差一點有點不能呼吸 然後這裡很燙很燙很燙 就是大家俗稱的那種 火燒心的感覺 然後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子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 因為你又愛喝咖啡 又愛吃甜食 而且你真的很容易 我們每一次 吃完飯的時候 你就很喜歡躺下來休息 對 然後我後來呢 就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狀況好像也沒有很常發生 我就跑去買了 就我朋友就叫我買一種枕頭 就那個枕頭是 就是墊高的那種 有點45度的那種 對 然後因為我沒有辦法改善 我吃飽飯就想睡覺這個習慣 所以我就吃飽以後 我就會開始像睡美人這樣 躺45度這樣 我就覺得會好很多 對 沒錯 那個睡前三小時吃東西 躺下去 因為停的嘛 胃酸就長驅磁入 所以睡前三小時不要吃東西 是處理胃食道逆流 很重要的事情 那否則就要像剛剛你講的 就是斜斜的45度 讓它有一個角度 酸要跑上來 也要克服地心引力 對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不是枕頭的問題是 是姿勢 是姿勢 對 姿勢的問題 欣怡 你也有 我自己覺得我就是有一點烏龜脖 然後呢 但是 而且我也有胃食道逆流 但是我不知道 這兩個是不是因為烏龜脖 造成了胃食道逆流 但是我跟它一樣 就是我也是愛 我以前很愛吃甜食 然後後來反正就也知道說 慢慢年紀大不能吃那麼多 然後開始慢慢戒掉 可是有一陣子 我開始胃食道逆流 非常嚴重 就是晚上 因為你看我們六點多起來弄小孩 然後你到晚上八點 是不是真的很困很累 那有時候弄小孩 就不小心躺在那邊 就休息了一下 真的就這樣灰修心 然後就好痠喔 感覺就 然後不舒服 然後就起來 後來有一陣子太嚴重了 我竟然有去送急診 然後就是 胃精卵 精卵了 然後後來就發現就是 醫生說你這樣不行 你要好一點的時候 要去照胃鏡 後來發現反正我就整組都壞掉了 有胃食道逆流 然後胃潰瘍 食道逆流 就一路燒燒燒上來就對了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年紀輕 為什麼胃這麼不好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有一些習慣一定要改 例如說吃完不能立刻躺下 因為就很容易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說你下午 就不能夠吃下午茶 因為甜點加茶或咖啡 最容易胃食道逆流 然後我就說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 不碰 對 不碰 然後把它改掉 然後如果真的要吃 也吃一兩口 不要吃一整塊或很多 後來開始慢慢調養 調一年養我的胃才好 所以聽起來心儀的問題 因為剛剛有提到胃精卵 對一個壓力比較大的人 常常會因為胃縮在一起 就是痛到都要掛急診 對 我們以前在醫院的急診室值班 最怕碰到那種年輕的女生 碰到肚子來 通常都胃精卵 所以他要打解精卵針 那個針打下去放鬆了才 好像什麼事情都過去了 這麼誇張 我女兒有一次我們全家去歐洲 在桃園機場 痛到 我說沒辦法上飛機 我怎麼辦 這麼突然 馬上有那個醫院的一個住 住在那邊 就把他打了一針 打了一針 就好 舒緩 那個就是解精卵針 就可以上來 對 他常常會這樣 所以整體來講還是壓力造成 對 所以假設沒有壓力那麼大 下午不要吃那麼多甜食 我想這樣餵食道膩牛就會改善 後來不敢吃 就一喝水 讓肚子很飽有沒有 就不吃了 就不適合 鄭醫師 我想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今天的第三個工程師 工程師這樣看起來真的是 衛食道膩牛的那個大族群 像剛剛講說的那個蕭醫師提到的 什麼晚上失眠 衛食道膩牛 我的這個工程師都有 然後因為是三十幾歲 然後他很不幸的沒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可能他也是來的時候 就是他其實表現的狀況其實是以夜咳的形式 就是他在晚上睡覺 他每次躺下來 他就開始咳嗽 然後咳有時候真的一個晚上 就真的又本來就不太睡得好了 現在就睡得更糟 已經影響到白天工作了 然後也就看過已經看過腸胃科 開始用了那個 胃食道逆流的這些藥物 然後治療上面就是感覺好像失好失壞 沒有辦法完全斷根 那時候在診間看到他就是 很明顯的一個烏龜薄的這個樣子 他連不是打電腦而已 他連來看診的時候都是這個姿勢 所以已經快定型成烏龜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在評估他的所有的這些身體狀況 不只是這個夜咳未遲到逆流 而且他還有脂肪肝 然後的確體型也比較中廣肥胖 因為天天就在那邊打電腦 然後休息就在那邊玩game 都是這樣的生活型態 所以也就真的很認真的跟他講說 其實如果你要身體變好 不能夠只治療餵食道逆流 只治療咳嗽 我們需要從根本開始做起 要把你的這個生活作息 重新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對他的飲食 運動上面重新做了規劃 那他其實也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有抽血嘛 發現他的那個脂肪肝 血脂肪真的有點高了 所以他也有點嚇到 然後才三十幾歲而已 就很認真的調整他的生活作息 三個月不到 體重下降了 成功瘦身變形男 然後血脂肪 脂肪肝都數字都回歸正常 然後他困了他很久的夜咳 烏龜婆也進步了 是 還要自己本身願意做 對不對 願意去改變 沒錯 是不是 很多人明明知道 他還不是反一下 沒有到那個最難看的 不見關才不掉 對 還是照做不誤 阿姨 講到胃食道逆流 其實從飲食就可以控制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兩件事 一個是你開始有胃食道逆流 NG的食物 另外就是不要吃了 另外一個是OK的食物 所以你正在這個發作期的話 以下有一些食物NG食物 是不能吃的 第一個叫做酸性水果 有人胃痛想說什麼都吃不下 他吃了一點水果 可是他吃到什麼橘子 比較酸的這種檸檬 那個酸性食物 一刺激你的胃酸 天啊大量的在冒出來 所以是不行的 那再來提醒牛奶當然不行 有人說什麼胃痛 喝點牛奶好像可以解釋 但是不行 牛奶裡面有大量的乳糖 還會刺激我們胃壁的乳動 那其實還會讓你更不舒服 會胃痛脹氣的 再來碳酸飲料跟能量飲 有些人就是早上餓到胃痛 然後去便宜商店買一個什麼蠻之類的 這種碳酸的那種能量 你要一吃 天啊你就 脹氣的更嚴重 也是不行的 好 那再來 高脂的食物 比如說香腸 培根 這些大量的脂肪 我們也建議是不要的 那最後愛吃辣 辛香料有沒有 胡椒 咖哩 辣 這些都會刺激我們胃酸更逆流 那如果正在要養胃的話 我會建議像剛剛欣宇說 胃食道逆流 其實我們建議至少養三個月 那會建議你多吃一些低酸的水果 像蘋果啊 梨子啊 這些相對來講會好一點 再來的話 軟質的食物 因為你已經胃不舒服了 可以吃點蒸魚啊 蒸蛋啊 豆腐 然後細嚼慢咽 不要再刺激了 飲品的部分我們建議 無咖啡因的花草茶 不要用咖啡因在刺激 所以像羊肝菊茶 然後像各式的菊花茶等等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 建議大家好好養胃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